为强化企业自主防灾能力并结合企业与地方防灾工作 共辽区今年有福隆大饭店与新北市政府签署企业防灾合作备忘录 成为共辽区防灾的省力军 而为让企业防灾更有效能 新北市企业防灾辅导团队今天也到共辽福隆大饭店进行企业防灾辅导 提升自主防灾能力 那我想我们是很有危机一时 所以最近也在跟很多的单位来洽谈 怎么样可以有一些备员系统进来 甚至我们自己的发电机 我们自己的UPS的这些设施都已经安装了 所以我想能够跟新北市政府一起合作 然后万一真的发生重大灾难的时候 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伙伴 我觉得很荣幸 那我们也希望这个是一个新的概念 如果我们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还请各位长官多多给我们一些协助 福隆饭店跟我们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是有签订我们的防灾企业伙伴 那福隆饭店在地方上是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饭店业者 那所以在很多过去的救灾经验当中 当大规模灾害发生的时候 会有很多外地的一些团队资源要进来的时候 会有一个地方需要进驻让大家可以休息和以及各种会议和各种物质的一个调度的一个中心 那福隆饭店它就在大规模灾害发生的时候会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大规模灾害的一个救灾指挥的一个救援的一个中心 共疗区区长表示福隆大饭店可说是目前共疗区最具规模的防灾企业 很高兴有他们的加入 使企业与公部门建立防灾合作 并整合企业与公部门间防救灾能量相互支援 另外协助企业与宁静社区建立交流互动管道 在灾害来临时企业可以与地方社区互助共助 成为彼此防灾合作重要伙伴 那今天主要是进行我们的这个防灾企业的一个年度的一个 辅导跟一个训练的课程 那特别我们在房办 以及我们那个在房中心的科博士 也都一起来到我们福隆饭店 跟我们福隆饭店的代总经理 以及他的公务团队们 大家一起来上课来讨论 看我们要怎么样来做 那可以让我们整个福隆饭店在房灾上面可以更为精进 做得更好 新北市自103年领先全国推动企业防灾工作 借由公司协力联盟 连结企业与地方社区公部门建立防灾伙伴关系 此外市府也协助企业提升自主防灾能力 辅导企业更新防灾计划及强化防灾编组 并指导企业自主防灾演练 强化企业灾害应变能力达到公司协力双赢 借成为共聊采访报道 那么我们中共使用 更多灾众 你看到我们这个时候 明白 好像